玉山银行的网络银行在今年4月份遭到骇客入侵 导致超过了16000笔的客户资料外泄了 这样就非常的严重了 金管会就认为说玉山银行没有做好安全控管 开闸玉山银行400万 而玉山银行也赶快澄清 骇客偷走的是个人资料 网络银行的客户存款通通都没有问题